剛剛那個程式部分在雲端白板上面的第五頁的地方 其實理論上就是多一個I 然後範圍的話就是1到76 另外的話又多一個K 那K的初值等於1 然後把那個K放在這個Distination A的後面 他就會自動幫我把資料 第一次放AE 然後之後的話就向下追蹤加E 但是下載之後的資料好像有幾個狀況 不外乎就怎麼樣 這個日期的欄框不夠寬 所以也許你還需要怎麼樣 把這個A欄的部分再把它調寬 所以其實當然更完美一點 就是說你乾脆自己在程式裡面 也許在最後一行直接再加一個什麼 欄框自動調整 不知道各位還不是叫Column Column是哪一欄呢 A欄 所以你這邊打一個A 然後點Auto Fit Auto Fit的話就是 讓它自動調整欄框的意思 所以如果假設你希望最後抓下來之後 自動把A欄給自動調整 那當然就會更理想 更完美一點 有沒有 所以最後這個好像就畫龍點睛的味道 這個時候欄框就會自動調整 你就不需要再手動再調一下 好 那做完之後的話呢 我們還有必須要面對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如果要統計分析的話 這邊有六個號碼 但六個號碼的話 它就把它放在同一個儲存格 可是這樣子其實沒有辦法分析耶 為什麼 因為一個格子裡面有六個號碼 那我怎麼讓它統計哪一個號碼 所以必須要把它怎麼樣 切開來 有沒有 那它中間也沒有固定的符號 是可以讓我們切開 有耶 有沒有 豆點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利用豆點把它分割 可是問題 這個是第一個問題 如何把六個號碼 把它分開來 OK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這個中間好像跟中間又多一些這些之類 就空白列 這空白列怎麼辦 其實理論上空白列 你可能就需要把它刪掉 不過如果你要把它刪掉 你說老師要怎麼刪 難不成要按右鍵把它選起來 就把它刪除 如果你要這樣刪的話 你刪到下課都刪不完 所以我是建議 看有沒有別的方法 我後來試了一下有個方法 其實最快 哪個方法 就是把它做一個排序 把游標放AE之後 排序之後 把它選擇A到Z 其實就可以把我們需要的資料 把它排在前面 那你會發現為什麼會這樣 你這個地方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個2024有沒有 這個指的是年對不對 那底下的這個資料 下一個下一個什麼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日期 那這個的話呢 是一個符號 如果排序的話 理論上 2024會不會排在前面 這個好像排在 這兩個排在下面 所以如果我假設把游標放AE A到Z的話 那各位會發現 所有的2024有沒有 只要年的部分 它都會被排在 年的部分都會被排在前面 那這個年的部分 剛好後面接的就是六個號碼 那你說老師那其他的資料呢 你把它游標放在B1上面好了 B1 Ctrl向下 你大概就知道了 往下全動 有沒有發現 它剛好呢 會把那個什麼 你月日 還有底下這些資料呢 通通排在底下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刪掉的話 很簡單 就是游標先放B1有沒有 Ctrl向下 再把它向下捲動之後 先選取下一列 2264 先把它點一下 再按Shift鍵喔 按Shift鍵 捲到最下面之後 按Shift鍵喔 再去點選 6862這個 按Shift鍵喔 按住喔 它就會把上面到下面 按Shift鍵再把它選起來了 選起來之後你要按右鍵呢 把它刪掉就OK了 有沒有 底下的部分 這樣應該是最快的啦 所以我試了一下 我發現好像排序 所以喔 第一步是游標先放A1有沒有 然後先A到這裡 第二步的話呢 再把游標放在B1 Ctrl向下 然後把底下這些 選起來之後 就刪掉 這樣就可以了耶 好 有沒有發現這樣最簡單的 因為沒做幾個動作 當然你這個動作 其實你說 那可不可以把它寫成程式 一定也是可以啦 只是寫成程式喔 哇 那又是難了 OK 所以第一個問題解決了 很快的把六個號碼 加特別號部分留下來 第二個部分的話 我要解決什麼 解決這六個號碼 把它分開來問 怎麼分開 其實應該還記得吧 資料剖C有沒有 這邊不是有分割符號 選逗點比較好的 但問題喔 我想要剖到哪邊也是一件問題 所以先取消一下 我剖開來我希望把它放在 這個D到哪裡到I好了 所以我這邊呢 把那個原來備註我不要 備註把它改成1好了 所以呢 有六個號碼 所以我就分別 先輸入1 按Ctrl鍵 再向右拉好了 Ctrl鍵按住它會自動加1喔 有沒有 就會變 產生1到6 當然你自己打1到6也可以啦 不過這樣太慢了 記得喔 先輸入1 按Ctrl鍵 向右拉 有沒有 1到6就出現了 那出現之後的話呢 再把欄寬稍微調整一下 調整統一的大概這麼寬好了 好 那也就是說呢 你先在D到I1上面增加 它的欄位名稱 等於就是六個號碼的編號啦 第一顆第二 一直到第六顆 那我再把這六個號碼 剖到這邊來 不過要剖C的話特別注意喔 你要剖的部分 你再選起來 你不要剖 比如像你不是說 把整個B欄選不行喔 你要選的是B2到最下面 所以 游標先放B2之後 Ctrl Shift向下 這樣就整個選起來 選完之後的話 有沒有 記得喔 用Ctrl Shift向下 不然的話 你要自己再慢慢選 選蠻久的 然後2000多 2000多列 慢慢花時間 那選完之後的話呢 在資料剖析 要怎麼分啊 用分個符號 下一步 把逗點打勾 下一步 再把目標儲存格呢 改成D2喔 記得喔 不是B2喔 不然他蓋過 改成D2 那他就幫你把 03一直到45喔 分別剖開 放在D到I欄裡面喔 OK喔 所以記得喔 目標儲存格選D2 OK好 按完成就可以了 那你會發現喔 哇 瞬間喔 他就幫我把什麼 把這三個號碼分開來了 然後分別把它丟過來喔 好 那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就完工了 完工之後 你再把這一欄 因為這個 中獎號碼有沒有 這個就可以不要了 所以B欄再把它刪掉就OK了 所以選取B欄 再把B欄的部分 把它按右鍵刪除 好 就完成了 那我們就得到了什麼呢 歷年來的所有的號碼就有了 OK 應該可以嗎 那可以帶 好好 嗯 我把它砍錯一下 我再把重點再做一次喔 大概幾個幾個步驟喔 原來像這樣對不對 第一步我是先把它排序 那優標先放在A到Z 資料排序 這邊資料才有力道 所以你上面要記得喔 要選那個資料 然後再選A到Z OK 第一步喔 這樣子 OK 第二步的話 游標放B1 Ctrl向下 Ctrl喔 不是A Ctrl向下 然後把它向下選取 把這個底下的東西刪掉 刪的方法就是 先選一列嘛 點一下 然後再找到最下面的 按Shift鍵 把它全選起來喔 它比較底下 所以你把它卷軸往下拉 拉到底啦 然後再按Shift鍵 同時再選取 這個 最後一列 按Shift Shift一定要按住喔 有沒有 全部都選起來 你說 什麼別的方法 有啦 你就一直往下拉 可是要拉很久啦 按Shift鍵是最快的啦 OK喔 然後按右鍵 把它刪掉 這些都不見了 我刪除一個格子的時候 我刪除的範圍 跟外部資源讀取的 查詢相關 要刪除查詢 那把它刪掉沒關係 反正刪除就OK 應該不影響 那 最後的話呢 底下的不需要的資料不見了 然後再來把那個 D1有沒有 輸入1到6 按Ctrl鍵 有沒有 1到6 把這六個欄位 把它調一下寬度 那再把這個B2 選到底 記得B2 Ctrl-Shyperia向下 選完之後 再把它剖析一下 資料一樣資料 資料剖析 然後把它按照 分格符號裡面 豆點的部分 把它下一步 然後最後匯入到D2 按完成 就把這邊的資料 剖到這邊來 然後最後把B欄給刪除 就完成 我們要的結果 OK 大概是這樣 那當然這個做完之後 我們下一步 就是要做上個禮拜 同樣的事情 就是把那個 1到49號的機率 哪個最高 找出來 OK 試一下 資料剖析 可以再講一次 不好意思 真的太快 資料剖析的話 就是上面1到6應該沒問題 然後記得把B2選到最下方 選的話記得是點選B2 Ctrl-Shyperia向下 然後就資料剖析 資料剖析是在資料的資料剖析 然後再分格符號下一步 記得斗點要打勾 這個斗點 然後下一步 然後目標儲存格 選擇第二這樣就OK了 就按完成了 OK 目標儲存格中間有沒有看到 要下一步才有 一個step一個step 試一下 然後如果完成取得號碼之後 我們再來算機率就OK了 試一下